刘诗诗手里捧着的不是黄金聘礼 而是婆婆给自己的下马威 2016年刘诗诗跟吴奇隆在巴厘岛大婚 按理说 吴奇隆比刘诗诗大16岁 并且还是二婚男 自家儿子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媳妇 吴母应该乐得合不拢嘴 但有知情人爆料 吴母私下对这个儿媳并不满 当初刘诗诗为了讨好伯母 自掏腰包买了20万钻戒当界面礼 起初吴母并没有什么不满 反而当着记者的面夸奖刘诗诗性格温柔 可事后却有知情人爆料 吴母私下嫌弃这颗戒指太过廉价 不像是什么好钻石 而他之所以看不上儿戏送的大礼 我想大概有两点 一是刘诗诗身为当红旅行收入不菲 但却送给自己20万的钻石未免太小家子气 二是吴奇隆为了赢取刘诗诗近闻 可谓是倾尽全力付出 直接送上1200万的天价钻戒 价值300万的豪华婚纱 甚至还包下6架直升机 通运50万只鲜花到巴厘岛 还将自己旗下公司14%的股份 送给刘诗诗当屁股 所以吴母自然对这个儿媳没有什么好脸色 甚至在刘诗诗婚礼上 吴母还忍不住扬言对不起钱儿媳玛雅书 表示当初也给他这样一个风光婚礼就好了 更离谱的是 当时网上一直有传言说 马雅书之所以跟吴奇隆离婚 就是因为南方不明生 但吴母为了袒护自家儿子 还颠倒黑白将不能生育这锅甩给刘诗诗 好在刘诗诗没过几年就生下大胖小女 狠狠打了活泼的脸 吴奇隆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成为赵丽颖跟刘诗诗两大女星背后的资本靠山 当初赵丽颖凭借花千古成为新一代收视女王 也就是这一年 吴奇隆会演石珠 邀请她跟陈伟婷出演蜀山战绩 在剧中饰演吴奇隆的女儿 因为吴奇隆是她从小到大的偶像 再加上吴奇隆大她17岁 赵丽颖私下都轻易地称呼她为爸爸 并且两人都是草根出身 有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甚至她还提点了赵丽颖不少投资上的事 还拿她加入自己的影视公司 当时赵丽颖投资了10万拿到1%的母分 谁料在2021年吴奇隆的公司市值已经达到75年 赵丽颖投进去的钱力马超过了5000万 而这也是她被吴奇隆在财富之路上代飞的开始 这也是为何赵丽颖从不跟其他女性一样去讨好资本 除去她慢热的性格外 就是赵丽颖本身就成为了资本 对待好友赵丽颖都如此大方 更别提自己的娇气刘诗诗了 当初为了迎娶刘诗诗敬礼 吴奇隆大手艺挥送上稻草熊14%的部分 在稻草熊上市后一夜之间股价飙升 更是达到了足足6.7亿 因为吴奇隆带给她的底气 她才得以毫不留恋地离开待了十多年的堂 而吴奇隆的生意头脑大多数明星都比不软 早在1991年开始 她就投资了餐饮跟服装店 甚至连房地产行业都有设计 利用自己的明星效应早已赚得盘满功能 从演戏制作游戏以及开发周边产品 吴奇隆算是跨行业最多的人 这也是为何刘诗诗自从结婚后 就很少演戏的原因 先见三播出后 无数网友都觉得胡哥喜欢刘诗诗 两人的绯闻一度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身为正主的刘诗诗却从未出面回应 反倒是胡哥不止一次表达出自己的行为 当时胡哥在拍摄轩辕见识 明明在剧中跟唐嫣才是官配 但在发布会上 他却十分大胆地牵着刘诗诗的手 胡哥甚至会轻易地搂着刘诗诗的腰 当时有人问胡哥接代言为什么选择断语 他会认真的说因为诗诗是王语言 当时刘诗诗跟袁洪合作《射雕英雄传》 两人在剧中有一场吻戏 因为是刘诗诗的荧幕初吻 所以在拍摄完后 刘诗诗直接害怕地哭了 然而胡哥在得知后却问刘诗诗 如果是自己夺走了他的初吻 在刘诗诗结婚之前 两人在公众平台互动十分频繁 每一年胡哥都会为刘诗诗庆盛 但直到刘诗诗跟吴气龙官宣恋情之后 胡哥就开始避嫌了 不过在他生日当天 胡哥还是为刘诗诗发文送上祝福 佩图的烟灯杯子 网友翻译下来的谐音就是等你一辈子 当胡哥被主持人问到刘诗诗诗 胡哥的回答也是满满的遗憾 诗诗欣赏也没用 人家都名话有主了 当刘诗诗婚后跟胡哥霍建华再度同框 胡哥表示站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 生活中我和华哥都没有和诗诗走到一起 但是能够站在一起 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 但无论过去怎样 如今两人都各自有了新家庭 只希望未来一切都好